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有几个部分跟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个部分,也感谢这段时间对于特色这个事情 很多人给我父亲加油鼓励,很多的温暖 我想在这边也代替他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因为他也不方便来发表 所以我想第一个要跟大家感谢 第二个部分,我在昨天也有发一个声明 就是有关于说海外账户资产 这个2009年当时对外有一个承诺 就是说这些资产,那它是选举结益款 算一级,它这个不是不法所得 但是如果最后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的家庭可以来自由决定 那这个款项要如何来运用 那我们是愿意捐作社会公益使用 那这个2009年对外做的一个承诺 会定验案件的部分 所以我看到有的这个报导有写说 会不会因为特色而导致被冻结的资产 会发生解冻或是被这个临走之类这种状况 那这个事实上不可能发生 因为它是处在被冻结的状态 那这也要看后续的司法程序怎么来进行 我想这一点也要来做一个说明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在说 是一个好像说钥匙是在我父亲手上 或者说这个发动权在他手上 我想这样的说法是有误解 那对他也不尽公平 我也想他的立场是很清楚 那这个选举结一款 选举钱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那最后也作为社会公益使用 这个很清楚 那也不可能去认罪为 所谓犯罪所得 这个部分我觉得他每天都有赖 他的心情都很平静 没有特别去提到这个部分 没有特别听过或是有吗 他昨天是比较烦恼 因为本来礼拜天他的广播节目是 邀请柯总招去上广播 但是柯总招他临时说不能来了 所以他在商老师说要找来宾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